五个反对党今晚联合推出了象征反对党团结一新的徽章 来看记者李凯言的报道 人民力量党 革新党 民主联盟 国人维先党 民主进步党 在国人维先党总部召开记者会推出我们要改变徽章 人民力量党表示国民团结党和民主党虽然支持这项活动 但今晚无法出席 而工人党和人民党并没有回应他们的邀请 人民力量党表示制作了几千枚徽章 打算以每个五元售卖给支持者